好了,終於來到歐聯決賽前夕了 當然就是要和大家做個預測 每年去到歐聯的前夕都會覺得很失落 因為意味著今季的比賽就完結了 之後又要再等一個多月才可以再有球體 不過幸好,今年有世界盃 所以今天也不太失落 講到歐聯決賽,我兩個禮拜之前 好像不是兩個禮拜,好像是一個月之前 我小弟就晚上睡覺的時候發過一個夢 之前跟大家講過,今天再略略講一下 夢就是我和Wing已經看了歐聯決賽 我一開電視就見到歐聯決賽去到84分鐘 當時利物浦明明領先 但是皇馬摩特力在禁區頂 割草式的蛇門一散 散中了占士米拿的腳 一旦高了,凹死了卡列奧斯 追成一比一,打家事 但是之後呢 我就不知為何沒有再發到這個夢下去了 不知道之後的事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到現在都不知道 如果說是夢境的話 當時都問過兄弟為何會發夢 大家都說,其實我是非常緊張 很期待去看一場賽事 好了,那就講一下這場賽事的預測 那皇馬會不會真的好像我發夢當中 去到最後有運氣呢? 不過,現實的環境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皇馬這次遇到利物浦 好,就算是他們三年來 歐聯決賽裡面 考驗最大的一次 因為之前兩次的歐聯決賽的對手 其實都有犯了嚴重的失誤 第一年的馬體會 一開球的時候 馬體會就因為個別的球員後衛失誤 就輸了跟戰術無關的死球 之後其實皇馬根本只不過是全場死手 是沒有什麼反擊的 而馬體會本來都沒有什麼主攻能力 但是都差點可以入到兩球反超前的 如果不是當時基沙民射失十二馬的話 皇馬都未必可以捱到去互射十二馬 而去到法定時間的最後 馬體會本來是有個機會來一個致命的反擊 可惜就被皇馬操野的攔截去阻住了 而最終皇馬拿冠軍那年的方法 都只不過是互射十二馬 如果不是馬體會個別球員發生問題的話 其實馬體會是較有機會拿到那屆的冠軍 第二年 皇馬的整體實力雖然比祖雲達斯為好 但祖雲達斯在戰術上的確出了嚴重的失誤 決賽之前呢 我就預測了說了 我認為是民數機制和希古恩是不可以同時正選上陣的 如果出現了的話 皇馬就為免勾聯 結果當時估中呢 這個理論就是 哪怕祖雲達斯唯一的入球都是靠他們兩個合作 但是你可以看回整場決賽裡面 祖雲達斯都是只有這個具體機會 如果不是他們兩個同時上陣的話 是用了一個比較有速度的人上來的話 祖雲達斯是會多一些機會打高速的反擊的 雖然最終可能級數都是輸給皇馬 但是未必會輸那麼多 或者祖雲達斯的入球會多一點 所以皇馬為免勾聯那年呢 決賽裡面的考驗不大 而且兩場的決賽 皇馬都是先開紀錄那隊來的 如果對著今年的利物浦是先落後的話 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 那麼皇馬還有沒有李斯本那年的能力 可以反超前的呢 那麼我們必須要知道 反超前的話就要講主攻力 那麼今季斯丹的主攻力 或者叫主攻的戰術 都是非常之一般的 他一直都沒有清晰去運用到 42310型四個進攻點主攻 那麼他們反超前的能力當然就是不強的了 所以今年皇馬是絕對沒有之前兩年呢 那麼樂觀的 那麼今年呢 是會受到前所未見的考驗的 那麼究竟今年呢 應該是怎樣應對皇馬這一筆呢 首先 斯丹一定要理解了兩個足球理論 第一個足球理論就是打內匯高足球 會放大雙方進攻點的速度差距 第二個足球理論就是壓縮防守區域 會放大雙方防守力的差距 當他理解了這兩個足球理論之後 那麼再看到皇馬和利物浦的分別 就會立即知道皇馬是要選擇死守的了 事關利物浦的壓迫和反擊是過分瘋狂的 那麼皇馬的行軍速度呢 是招架不住的 那麼打內匯高足球皇馬一定是很快死的 那麼雖然你說斯朗的把握力 依然會在利物浦之上 但是速度就已經不如利物浦好多了 那麼如果你將斯朗和沙拿去比較的話呢 那麼我當是斯朗贏經驗會贏把握力 那麼但是速度就沒得壓的 速度是不會因為經驗輸蝕而減低速度的 那麼所以斯朗一定是輸速度 那麼所以這個位置上面呢 可以說是平手呢 一狗仔對著巴爾又怎樣呢 那麼相信一定是巴爾贏的 那麼但是一狗仔對著賓司馬的話呢 又會是平手的啦 那麼所以都是希望呢 斯朗用一下巴爾的 不要用賓司馬 那麼但是啦 利物浦的超級連結人的位置呢 就好過皇馬很多啊 那最近呢 利物浦是用發明爐做超級連結人的 那麼他的速度呢 都會好過伊斯高一些啦 伊斯高今季呢 很多時候的反擊路途當中 都是不夠速度去參與的 而看來斯丹呢 都是很有機會給伊斯高打正選的 那麼所以皇馬這個位置呢 輸得太過多了 那麼你說呢 皇馬用阿辛斯奧打 這個位置會不會好些呢 一定好些 那麼但是今季呢 我多次見到 每次阿辛斯奧進來打反擊的時候 都竟然是拉左邊的 那麼反擊呢 就疲弱啊 因為反擊在足球理論上高呢 是不可以拉邊 一定要中央突破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啦 斯丹全季呢 都是犯這些錯誤啦 也都不排賽去到決賽 都會繼續犯錯 那麼相對來說呢 利物浦的反擊 就多次懂得是中央突破的 那麼就算我當皇馬的防守力 比利物浦好呢 那麼但是一打來回谷足球的話 雙方的進攻點 差距所產生出來的影響力呢 就會大過雙方的防守力 明不明白這裏 即是如果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利物浦前場的實力 就會好過皇馬三分 即使皇馬的防守力 好過利物浦一分都好 拉上保下 都是利物浦佔優 那麼所以 打高速來回球的話 如果皇馬可以說輸了七成 兩成機會打和 一成機會就皇馬贏 看看運氣 而最終冠軍的機會 就是七成機會利物浦拿冠軍 三成機會皇馬 即是說 都估了 如果打和去到射十二馬 都當是皇馬經驗好 比利物浦就皇馬射十二馬贏回 但是呢 很多時候如果打來回谷足球的話 都不會去到射十二馬那裏的了 九十分鐘呢 利物浦就很大機會可以解決到皇馬 那雖然啦 我不排除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皇馬都會入到球 但是他們一定呢 就是失回很多球的 那場賽事呢 應該會精彩的喔 但是皇馬就很有機會 場賽事精彩 而沒有辦法三連貫了 那所以呢 皇馬一定要一心死守的了 那如果皇馬收縮防守區域的話呢 那首先就會斷到利物浦反擊的米勞啦 而利物浦就會被迫控球再腳啦 那由於利物浦依然未練成中短期進攻破密閘 那若非是皇馬主動犯錯呢 利物浦就很難入球啦 那跟著呢 就看一下皇馬有沒有反擊能力啦 那雖然呢 皇馬的反擊是 不是十分之強啦 那但是因為收縮防守區域都說過 那個理論就是會放大雙方的防守能力差距嘛 那由於皇馬是死守 他們會壓縮防守區域 也就是防守球員與防守球員之間的距離會縮小 那所以他們可以互相補足 互相協助 但是由於利物浦的後防線在控球再腳的時候壓了上去 也都會令到他們防守球員與防守球員之間距離大了 那所以防守球員就沒有辦法互相協助 那就會放大了個別球員的能力水平的問題 例如是盧夫雲這個計時炸彈 可能會頂漏了些球 或者會看漏了些人的時候 就沒有隊友幫了手 那皇馬呢 就會有些機會啦 不過由於皇馬反擊力不太強 那所以都是一球半球的 甚至可能呢 都是要射回十二馬 那相對來說呢 皇馬的經驗會好一點 那所以呢 就會有一點優勢 那但是場決賽就會非常沉悶的啦 那皇馬要拿冠軍呢 就沒有辦法了 一定要拉到場賽事極度沉悶的 做到的話呢 那場球的決賽呢 就五成機會打和啦 那這個皇馬有三成機會贏 利物浦兩成機會贏 那算是皇馬互射十二馬 最終呢 就是奪冠的機率 就分別是皇馬六成 和利物浦四成的 而今場的賽事啦 是沒有可能會出現皇馬的主攻的喔 就算皇馬想控球在腳主攻都好 都不會出現這個比賽的情況 或者比賽的品種 因為如果是想控球在腳的話 就一定要由後場用地球拆回上前場嘛 但是過程的當中 一定會受到利物浦的瘋狂壓迫的 那皇馬就已經沒有曼城拆球那麼厲害的啦 而曼城都被利物浦搞到粒粒亂的 那所以皇馬呢 是沒有可能會成功的 那結果呢 就會被利物浦迫到場賽事變回來回高速球的 那所以皇馬控球在腳的話呢 最終都是變回來回高速球啦 那即是又變回利物浦七成機會奪冠那個機率啦 那所以呢 是絕對不建議皇馬主攻或者場賽事 是絕對不會出現皇馬主攻的比賽品種的 那只會就是皇馬死守 或者來回高速球這個比賽品種 而比賽品種和賽事的戰況精彩程度呢 就決定了哪一隊拿冠軍啦 那我再重複呢 就是來回高速球的話 就利物浦拿冠軍機會大些 皇馬一心死守的話呢 就皇馬拿冠軍機會大些 那所以絲丹之前訪問的時候 說會和利物浦在決賽對攻呢 我相信都是煙幕來的而已 我都是相信 就是絲丹會用回他的招的了 就是絲丹宿後顯神通 那好啦 直至來到這裡呢 我都是用皇馬的角度去講的 那以下呢 我都會用利物浦的角度呢 和大家分析一下利物浦應該有些什麼取態啦 那我認為呢 也都相信呢 就是高普應該要做回自己的 利物浦應該打回自己的國家 千萬不要改變自己 那自己的經驗呢 就已經不是很夠的了 那所以千萬不要做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啦 千萬不要一開波就死守 千萬不要一開波就放棄高位壓迫 一定要做回這些事情 否則呢 就會比絲朗有太多的名賣名賣 接應兩邊傳中球的機會的啦 那應該呢 就是不斷壓迫回 加速賽事 打亂回對手 那對方皇馬控球 就當然最好呢 可以用壓迫去加速 變成來回高速球 去有七成奪冠機會啦 那如果皇馬死守的話呢 那就嘗試一下 儘快完結攻勢先 看看可不可以在早段頭五個攻勢之內 再引誘回皇馬控球在腳 那如果皇馬真是這麼有紀律 一定是死守 你沒有他扶的話呢 那都由得他啦 那利物浦就做回自己的中短期進攻 那雖然啦 還沒有足夠的實力可以破到密閘 控球在腳 被皇馬打反擊利物浦後邊的計時炸彈 都有可能會爆炸 那不過我都希望利物浦呢 就必須要保存著個自信心 要記得呢 對方伊斯高打反擊 都不是太過快的 他的出現 就等於大衛施華出現 那利物浦呢 本來應該格吃格的嘛 那另外呢 就是阿辛斯奧出來的話 他都是通常拉邊的 那利物浦就不應該這麼怕皇馬打反擊的 那這裏呢 就是心理的調節啦 那最近呢 這個高普呢 在訪問的裏邊這樣說啦 那他就說呢 對著皇馬不會選擇人釘人的防守方法 那我想我意思呢 就是說不會死守呢 就是因為呢 你死守的話呢 就一定避不開人釘人的嘛 那可能呢 就是高普都想著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都是控球在腳 這個是中短期進攻這樣呢 那當然最好就是來回高速球啦 那高普不死守呢 那都好些的 起碼不會被施朗呢 就是高空軍就屈肌嘛 那至於啦 利物浦有沒有奇招的呢 那之前有兄弟問過我呢 就是利物浦在歐聯決賽裏邊 可不可以用三中堅奇招的呢 那找多個中堅去頂住施朗 讓他不可以搶到 由後巡斬上來的高波第一點 讓皇馬不可以好似摩連盧 那樣在次循環的雙紅匯裡面去做 那一種針對性的部署 那當時呢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利物浦用三中堅這件事呢 是幾個人的 那但是再經過深層次的思考之後呢 就知道其實是有風險喔 那如果是三四三的話 那就是不夠中場中的球員了喔 那這樣呢 就會減弱了全場的壓迫火力 那就未必夠力可以推快賽事的啦 那就反而會益了皇馬喔 那之前呢 都說過了 因為雙兵的問題呢 那不夠中場中才說 考慮三中堅 那但是現在安利簡恩呢 還有呢 就是拉蘭拿其實都隨時後命得的啊 那而且啦 皇馬的進攻點 通常都是只有三個而已 就是說 施朗頂贏了 第一點之後呢 是只有兩個隊友接應的而已 而其中一個呢 還有機會是欠缺速度的EC高啊 那所以皇馬做這個 針對性的部署 是未必做得好過萬聯的 那所以也都呢 就是沒有很大的 急切性的需要呢 去玩三中堅的 利物浦啊 那除非呢 就是皇馬用到四個進攻點 那但是皇馬這樣做的話 也都很大犧牲的 他們犧牲了中場的防守力的話呢 在任何的比賽品種裡 都是不著數啦 那所以 皇馬也都未必會有足夠的進攻點呢 去做個針對性的部署啦 那除非呢 就是他們落後緊呢 去到比賽的最後才有機會用四個進攻點啦 那去到那時候呢 利物浦才轉352呢 那就比較合適啦 那好啦 去到最後呢 我亦都會大概去講一下 這一場決賽的戰況給大家知道的 那首先呢 我講了一些是和戰術無關的東西先 那 今場的決賽 頭十分鐘 會有可能出現一些特殊的情況的 就是利物浦會因爲經驗不足而出現黑漆的情況 而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交了個球給對手呢 或者就好像前兩年的馬體會那樣 一開球就罰球沒有抹人 那所以呢 就是皇馬最有機會入球呢 其實是頭十分鐘的 那不過呢 只要利物浦捱過了頭十分鐘 即是說利物浦可能沒有出現這些東西 或者就算出現了這些東西之後 皇馬都把握不了 那那捱過了十分鐘之後 利物浦站穩陣腳之後呢 那就會少些是主動犯錯的啦 那所以之後呢 皇馬就一定要透過死守的方法呢 去放大利物浦犯錯的機會呢 那但是啦 如果沒事啦 那之後還要打來回高速球的話呢 利物浦就很有可能會在 三十五分鐘至四十分鐘那裡 拿到首個和戰術有關係的反擊入球喔 因為利物浦的反擊呢 就往往都是上半場最強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和體能有關係啦 最有體能的時候 也是最有速度的時候 而利物浦一向呢 都是上半場恐怖一些的 就是恐怖過下半場的 那他們通常呢 都是下半場才會出事的 而通常出事的理由 都是因為瘋狂壓迫之後呢 就體能差了的 那去到最後的死守階段呢 就捱不住而導致犯錯啦 那產生文明於世的經典賽事 就是利物浦入多少球 又輸回多少球這樣 那這些東西呢 這些文明於世的東西呢 會不會再次在歐聯決賽那裡出現呢 那要回答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必須估計一下 究竟利物浦去到今次決賽的最後 會不會有體能的問題出現 那我們見得到呢 就是利物浦其實是經過了 很多日的休息 超過10日的休息的了 那估計來說呢 就是利物浦的體能應該可以支撐了90分鐘的 那所以理論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段出事的機會 是比以往少的 那雖然你說啦 這班人呢 是首次打歐聯決賽 會緊張和協償 但是由於是決賽呢 他們都會特別集中精神的 那這裏相信也都抵消到的 那所以呢 我認為今場決賽利物浦 反而是頭10分鐘出現問題的機會呢 就是大過之後呢 比賽最後出現問題的 那所以利物浦球迷今次呢 就不是說比賽最後才吃 這個是心臟藥啦 一開球呢 就要吃定的了 最危險呢 就是頭10分鐘 如果過到骨 的話呢 個別球員失誤的機會就會減少 而講到作戰情緒來看呢 我認為利物浦其實是會有較大的真誠心 他們對這個冠軍的熱切程度呢 是更加渴求的 那反過來呢 黃馬就有可能會受到瘋狂的熱情所嚇到的 而我個人的立場來看呢 當然希望場賽事是精彩 希望場決賽是會激情 希望是以一場精彩的決賽去完結這一季的 亦都希望就是大家呢 幫小弟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和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呢 才可以令到小弟的channel有收入啦 那之前大家鬆懈了 收入呢就低一點啦 那大家按回之後就好一點啦 那希望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付出少少時間呢 就可以改變到未來 令到我呢 可以繼續堅持達至夢想 大家都可以免費繼續看片聽片嘛 那去到最後的啦 那片尾啦 不過手機上高片的下面 依然有廣告啦 那大家可以按下去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那另外電腦的朋友呢 就留意回啦 片的右邊一直都有些廣告 那大家可以click下去啦 那其實啦 電腦片的話 播了五秒之後 就會出現Banner廣告在片的裏邊啦 那大家去到片尾可能會見不回 那不過只需要播多次的片 就會找到一個Banner廣告 click下它啦 那無論就是電腦也好 手機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之前 插入廣告片呢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 亦都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下它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link在右上角 那就是星期日 就跟大家講歐聯決賽的蔡侯平啦 掰掰